最近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因为不可抗拒的因素 交通运输 尤其是海洋运输 在美国和中国的东南海岸都终止了 住在海边的人们 本来依靠南来北往的商品 风衣足食 可是偏偏运输中断后 大家都有了去商店里囤货的想法 物以稀为贵 这时候一瓶水可以卖到20块钱 一阵厕纸也可以卖10块钱 当外来商品不能进入城市的时候 短时间内 本土的生意居然兴旺了起来 有的店家甚至自己还做了一大锅茶叶蛋来卖 可是辛苦了城市里的老百姓 他们一边排队抢购最后的几包方便面 一边埋怨商家发灾难财 你们可能以为我在讲被台风横扫的广东省 或者是佛罗里达 其实我想说的不是台风 而是关税 和台风一样 关税的目的也是限制外地商品的流入 抬高本地产品的价格 让本来没有计划卖茶叶蛋的 也卖上了茶叶蛋 和台风不一样的是 关税壁垒一年四季都是有效的 当不同国家竞争性的抬高各自关税壁垒的时候 没有人会说 瞧他们又在给自己制造台风了 可是两者的经济后果却惊人的相似 很多人乐意批评发灾难财的商家 却会自豪地抵制进口支持国货 殊不知两件事情的本质是差不多的 美国和中国都是海岸线很长的国家 每年夏天刮台风已经受够了 不需要四季都有台风 感谢收看忍者ATM每周一条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账号 at忍者ATM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们来视频 还是